那這個原資啊 面對今天老共突然宣布要圍臺軍演 怎麼藍白一點聲音都沒有啊 好我先譴責一下老共 你不要一直騷擾我們 上一次因為上半年那個聯合利監 A啊他只有圍就是外島那邊嘛 你只有影響到外島 這一次是影響到本島 那上一次圍本島就是裴若西上次來的時候 那我記得當時老共也是這樣子 就說哪幾個地方他可能要軍演對不對 那我們政府那時候怎麼因應 我們政府只有航警局告訴大家說 那那幾個地方你們就不要出港啦 出港之後可能會危險啊 去找替代方案啊 我們當時我們也覺得說 我們就這樣喔 他要對我們封鎖 我們就我們就這個不要不要出去 那我們不是被限制人身自由了嗎 這感覺啊 政府好像也沒有拿出一個 比較積極的作為 就是說對於這個封鎖事情 其實實際上是真的是有影響到我們嘛 真的有影響嘛 那所以他當然我們不敢不能講說這封鎖 但是起碼是有封控嘛 因為他控制了我們可以從哪哪一些航口出去 那這個事情當然我覺得是會有影響 然後再來就是最近立法院討論比較熱烈的 就是兩岸現在看起來比較緊張 那所以我們要有四十萬的民兵 四十萬民兵這件事情 我聽不同的官員講 講法都不一樣 總統府他的有個什麼全球任性什麼委員會 他說這四十萬民兵啊 或四十萬民力啊 最後要去支援軍事行動 然後國防部長顧力雄 他說這四十萬民兵啊 最後要去支援軍事作戰 所以大家都很緊張啊 就是到底這四十萬民兵要幹嘛 那立委就跑去問劉世芳 因為內政部才是主管機關 劉世芳講的又跟顧力什麼不一樣 說沒有啦 這個就是說可能軍事的後勤 比如說災害什麼什麼的防災 或者是說軍事後勤的後勤資源 就是光是這個四十萬民兵啊 每天在立法院 大家聽到說法都不一樣 都講的都不清不楚 然後有人去問那個劉世芳說 那這四十萬民兵是怎麼組成的 因為大家去算嘛 有民防啊 易警易消啊 或者是什麼後備 加起來不到四十萬 他就說像民間團體啊 什麼黑熊啊 什麼慈濟啊 都要納入這四十萬民兵 我一聽到慈濟我又傻眼 為什麼因為我有參加過慈濟的活動 慈濟都是叫大家消災解惡的 就世界和平啊 不要殺生啊 要吃素啊 然後你如果作戰了 你就要上戰場了 那這跟他們的那種理念 就完全不符了嘛 所以現在我覺得他們那種講法都 都是一直是且戰且走 且戰且走啦 好那因此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軍演 大家通臭力量 總統也沒有問題 賴總統要講什麼 他是總統愛他 他愛講什麼就講什麼 我就也控制不了他 但是我當然覺得說賴總統的講法 跟蔡總統比較起來 蔡總統是比較 他稍微有去管控那個 所謂的風險 那當然有些民進 因為他跟蔡總統講的人可以講說 我們講什麼 為什麼要管老共 對不對 現在是他挑釁我們 不是我們挑釁他 這個我也都尊重 是沒錯啊 我也都尊重啊 可是實際上過去的總統 他還是會有有一個界限 不然的話 為什麼不直接宣布台灣獨立 對不對 賴清德也沒宣布啊 對啊 所以他會控管嘛 他並不是為所欲為嘛 如果如果他什麼時候做的話 他就直接宣布台獨啊 或者修憲啊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廢除入委會 他也不會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說這樣子就是一定會挑釁到對岸 對岸就對我們怎麼樣 所以他會有一個界限在那邊 那那這個賴總統界限 又比蔡總統又更高了一點 對不對 那那我都尊重 這我都尊重 但我們比較在乎的是 在這個之餘臺灣人民的安全要怎麼的保障 然後還有還有就是有沒有實際上影響到臺灣的生活 當然是對岸的錯 我再譴責一下 都是對岸的錯 但是我們政府還是要保護我們的人民嘛 然後還有就是兩岸關係這麼緊張 軍事這樣子好像感覺在軍備競賽的過程當中 其實實際上我們的空軍 我們的人員 還包括我們海巡族人員 因為他們他們飛機一直在騷擾我們 我們就要去辦飛啊 我們的人員的壓力 還有我們的飛機的耗損 耗損率 還有我們的油料其實都大幅提升 那臺灣人當然負擔也比較重 那另外就是現在不是只有空而已啊 他現在海警船一直過來 今天不是他們四艘海警船 到了我們的外洋那邊嗎 我們也是海巡去跟他驅離啊 對峙啊 其實海巡的人員 我覺得他們現在壓力也都是非常的大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部分政府也要思考 就是說要當然該給的裝備啊 然後人員的這個訓練啊 還有就是怎麼樣維持兩岸的和關係的和平 我覺得這個部分對話也是要做啦 那這個總之國民黨這個並沒有嚴厲譴責 來這個請教這個博雅 當然這個你怎麼看這個今天老共突然宣布軍演這個動作 而且在宣布軍演之後 這個其實一大早賴總統就主持了國安會議 那在國安會議之後呢 副發表的聲明是說願意跟中國共同為維護區域安全 做出貢獻 還說中國方面應該理解總統在國慶的時候所釋出的善意 那國際媒體普遍也認為賴總統在國慶的演說其實是相對柔軟的啦 我們仔細去看10月5號10月10號賴清德總統兩篇講稿裡面 嗯有提到台獨嗎 沒有嘛過去一直很多藍營都說賴清德是台獨基本教育派 可是我完全沒有提台獨啊 相反的他提什麼中華民國 嗯對不對 以前蔡前總統是講中華民國臺灣哦 賴總統他是直接講中華民國 重複這個所謂113年歷史 從武昌旗一辛亥革命 講到823古寧頭 這中華民國的歷史哦 啊如果說這樣講 哦中共就不高興了 要把你聯合包圍臺灣聯合力劍逼的軍演啊 國民黨應該要立刻跟中共抗議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包圍我們中華民國嘛 嗯這樣才對嘛 啊我今天還沒有看錄影之前我都還沒看到朱立倫嚴謹責中共不尊重中華民國主權 我還沒看到啊 啊這不是很矛盾嗎 而且賴總統國慶的時候演說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臺灣也沒說錯啊 事實嘛 對不對習近平又不是我們台灣人投票選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不只是美國不只是白宮 包括所有的外媒 美國的智庫蘭德公司啊 蘭德公司其實是美國非常負盛名的一個智庫 不管是共和黨民主黨都要重視他們分析哦 他說賴清德在國慶的談話相對克制已經是善意跟溫和了 可是你看看北京啊就是這樣子 你給他善意跟溫和 他就呢給你的軟頭青骨 繼續要來包圍你要來聯合利劍的軍演對不對 然後呢彭博的這個專欄作家 也在他的社群媒體上說毫無疑問 唯一的戰爭挑起者就是中國 因為國際上他看得懂嗎 賴清德他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他也是被貼標籤說是台獨分子 可是他在這兩次雙十談話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從來不會去挑釁到國際上面任何關於台海的底線 那我們自己好好的對不對 中國要來包圍我們 那現在問題是在什麼 問題是在剛剛原資說 大家正常生活不要被影響啊 要不要做這個因應 我跟各位報告 面對中國的挑釁 其實最好的回應方式就是準備 加強自我防衛 你那種什麼嘴炮的啦 說什麼哎呀這個政府啊 這裡做不好哪裡做不好 那你就要講講看怎麼做更好 2022年裴洛西來臺灣之後 中國也是包圍啊這個環台軍演啊 對當時臺灣吼有40架班機取消 因為他有設這些進行區啊等等 可是這一次你看哦 中國他的調子拉得非常的高 可是今天到我們現在錄影為止 臺灣沒有任何一架班機取消啊 所有的船舶進出港口也都正常啊 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封鎖的事情 可是你要注意啊 在臺灣內部有一些人哦 網路上開始放說哎呀你看臺灣被封鎖啦 臺灣好可怕啊 然後再加上一些什麼名人公眾人物 尤其是臺灣出生的人 在那邊帶風向啊 歐陽娜娜 歐陽娜娜又來了 他是誰 他是前國民黨議員歐陽龍的女兒嘛 嗯哦 然後長期打著這個臺灣人的身份 在中國賺錢 混飯吃哦 不只是混飯吃啊 甚至呢還在上面PO文說什麼 轉發 圍臺軍演圖說臺灣中國 自古就是中國領土只有一個中國 轉發臺獨是死路一條啊 哎呦 轉發這樣子的內容啊 別回來啊 另外一個張曉涵我跟大家報告啦 張曉涵其實也不是臺灣人也不是中國人啊 他拿的是這個西方的護照啦 那不知道在湊什麼熱鬧呢 他在那邊講說臺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 嗯對不對我說歐陽娜娜跟張曉涵這樣子啊 其實我你愛中國我尊重你嘛 你先放棄掉臺灣的健保 放棄了臺灣的護照 你先入籍中國嘛 你要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你去當啊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一面用臺灣的資源 那你的爸爸之前一面還在臺灣當議員 領著這個中華民國臺灣的薪水 在中華民國臺灣的議會做事的時候 你要去這邊幫中國戰俠說 哦中國要圍臺灣的時候你還幫中國加油了 我覺得像這樣子的帶風向的作為 其實就是要幹什麼 就是要讓我們民心動搖 讓我們士氣動搖嘛對不對 其實國民黨吼 這個時候我覺得他們應該要重新發揚他們的良蔣精神 過去課本上不是都寫嗎 蔣公說要怎麼樣 要裝盡自強處變不驚哎 可是現在你看國民黨是最驚慌的嘛 就說他派出這個海警船來圍 就在那邊講哎呀好可怕哦 臺灣被包圍了 臺灣被封鎖了 賴清德顧立雄你們要怎麼樣 我說你都忘了你們講過的話 對不對 對實際上我們就是做好我們的自我防衛準備嘛 在今天中國出手之後 你看我們的盟友 美國馬上就出來挺我們對不對 這八年來外交上面的累積 在這時候顯現效果啊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說什麼 當然我們政府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中國把他們的海巡 把他們的海巡海警軍事化 對一般我們要講說啊 這個海巡海警是非軍事力量 可是現在中國呢就是披著海巡海警的外皮 實際上的裡面是解放軍的任務 解放軍的目的 這是我們自己要小心 但是我們在做準備的時候 內部人也不要故意去混淆 故意去唱衰啊 我就要光講一件事情 名利 以前蔣公不是都說嗎 軍力有限名利無窮啊 所以蔣公來到臺灣之後 是不是一直都要運用臺灣的名利呢 對吧沒錯吧 所謂的民房易警易消易交的系統 也是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建立的啊 對不對 為什麼那個時候運用名利 你們國民黨有說你們自己在挑釁嗎 沒有吧 那現在我們只是要重新再整頓 這些既有的民房易警易消易消的系統 讓他變得更有效率 大家更好的訓練 更好的裝備 要幹什麼 不是說叫這些名人上前線 因為前線是軍人 軍民有別 這是國際法規定的 可是名人在後方要幹嘛 要維持乾淨的用水啊 要維持順暢的交通啊 水電這些相關的東西 孩子能上學的還是要上學啊 平常民生的物資食物還是要運送嘛 所以我們要靠這種後方的四十萬民力 來維持社會的正常運作 所以怎麼會把他講成說要慈濟公德會的師兄師姐上前線 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只是因為大家看到說慈濟公德會 在救災方面 維持這些相關的 他很有經驗 那是不是請他來幫忙我們政府 也來建立這樣的系統 這四十萬民力 不是說解放軍來才用 包括了地震 包括了風災 這些天災地變需要救災的時候 都可以派上用場嘛 目的是這樣啊 你也不要說跟他派而已 對不對 該編的預算要編 該新增的裝備要給他新增 我們海巡我們的船不夠 我們的裝備不夠 該買的就要新增預算來買 所以立法院是不是該好好的省預算 對 該送進去省要省 事情就是這樣 我們不要自己嚇自己 也不要跟隨的像歐陽娜娜 這種跟中國唱賀的人 來自己嚇自己啦 不過要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阿美亞講到 就是國民黨都沒發證明 還是要澄清一下 國民黨有講啦 對中共聯合利劍 表達強烈遺憾 然後呼籲克制 然後你要表達強烈譴責 好 譴責 等一下就要改一下 譴責 我就知道你會這樣講 對啊 你也知道 我會這樣講 是你要這樣寫啊 然後內文都完全沒有對賴總統 任何的批評 但是就講說 我們要提升國防預算 強化我們的國防安全 強化賀主力一樣 跟阿美亞講的都一樣 趕快把新增的國防預算 拿進去省 沒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名利部分 阿美亞講的比內政部 國防部中部講的好多了 以後應該招贏他八言忍 真的他們三個在地方 就講不清楚 所以一直被人家問 這常識啦 名利好不好 不要把他講成說要上前線 名利不要去誤打民眾 我們希望他規劃好一點 不是說他不要做 好